各位来宾 各位家长 各位同学 大家好 首先 跟各位介绍第一位贵宾就是我们龙潭乡大家长 叶发海 叶相长 掌声欢迎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桃源县议员 严中杰议员 掌声欢迎 接下来介绍的是我们桃源县议员 张兆良张议员 掌声欢迎 接下来介绍的是我们龙潭国小 高德森 高校长 掌声欢迎 我们龙兴国小 陈秀慧 陈校长 掌声欢迎 德龙国小 宋宏云 宋校长 掌声欢迎 来宾 等一下要入进来 我们再补充介绍 谢谢 主席致辞 长长 原议员 张议员 三位校长 各位家长 各位同学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看到这么多的来宾 这么多的家长 这么多的同学来参加我们 第四件乡长杯的音乐比赛 颁奖典礼 表示非常感谢之意 首先呢 我还是要感谢我们夜乡长 非常重视我们学生的才艺 音乐才艺 每一年都有半一次音乐比赛 我想这跟我们陶渊县的音乐比赛是有区隔的 我们专门为我们龙潭乡的乡民 也是龙潭乡籍的学生 来举办这个音乐比赛 我想首先就感谢香港的支持 那也感谢我们很多的议员 民意代表的支持 更要感谢我们所有家长们的支持 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学音乐都有表演的舞台 我想学音的孩子很多 可能有很多的小朋友 没有机会可以在舞台上来表演 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有天分 都需要鼓励 能够上台表演 其实就是得奖 不管小朋友得的是什么奖 只要能够上台来表演 我相信对未来他的自信心 对他的未来的学习生涯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在这边再次感谢各位贵宾 各位家长 各位同学的参与 也祝福大家有一个很美好的音乐享乐下午 刮刮完毕 谢谢 谢谢